另外再带你来看到的就是新庄建福里办公室跟新庄卫生所 协同当地的医疗诊所要举办一场大型的健检活动 那么健检的内容包含乳房健检还有疫苗的注射 因此里长也呼吁到时候超过50岁以上的里民们 可以拿着身份证跟健保卡一同来参加健检 新庄建福里办公处以及新庄卫生局协同当地的医疗诊所 将共同举办乳房健检以及疫苗注射 欢迎年满50岁的民众届时在活动当天 携带健保卡还有身份证到里办公处办理手续 来守护自己的健康 我们建福里在那10月7日到晚上6点到7点 我们民心顺手跟这个卫生所配合 来我们建福里要我们这里面检查乳房检查 还有打疫苗流感疫苗 希望到10月7日拥有了这个里办公处在这头城市 需要打疫苗的还是要入房检查的 我们里办公处在这儿报道 感谢大家 里长表示身体健康的目的就是为了早期预防做好早期治疗的关键 因此希望民众届时踊跃参加 过程完全是免费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当地医疗证所表示 自我检查和医师处诊都是日常乳房保养的重要一环 不过这些和乳房摄影术相比都只能够算是辅助的工具之一 因此欢迎民众当天来参加进检才能够为身体做好全面性的防护工作 记者新装采访报道